大家好,我是小静 春天是孩子的生长期 所以要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款可以健脾养胃 补盖健脑的养生米糊 尤其是妈妈们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准备100克黑米 再准备100克花生 再准备100克黄豆 先加入一碗清水,把它们清洗干净 黑米,黄豆,花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 食用之后对人体的好处也是非常的多 清洗干净之后用滤网过滤出来 接下来再准备50克核桃 尤其是孩子们经常用脑 所以平时要多吃一些核桃 再准备几颗去糊的红枣 再准备50克胡萝卜 胡萝卜富含多种维生素 对身体也非常有好处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豆浆机中 加入约900毫升的纯净水 水的量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 如果喜欢喝新一点的可以多加一点水 选择干湿豆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打出来的豆子非常的香浓细腻 30分钟之后米糊就打好了 稍微晾一下把它倒入碗中 这个米糊不用加糖 由于加入了红枣口感微甜 香味醇厚特别营养好吸收 尤其适合给孩子当早餐 喝上一碗肠胃舒服 一天度精神 食材非常的丰富 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 长期喝不仅建议力好 补铁补钙个子也高 觉得有用的可以收藏一下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帮忙点赞关注转发一下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